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发型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亮光的灿烂 熄了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熄了的心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用了把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见到你笑 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 等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亮光的灿烂 所以不失衣服 自己漂亮 要好家吗 要不要有钱 跟我背四个字 有钱真好 有钱从哪里来 一直赚钱 一直想 一直拔掉 错了 帮助穷人 好不好 帮助穷人 各位在这边 那你每个月 不失十块钱 也没问题 钱不再多 而在于你的心态 你就没钱 还要赚十块 这人很有钱 几百万 不失一千块 那不算多 因为一千块 对你是小case 我明明缺钱了 我还帮助别人 那你生生世世 有福报 这样了解吗 所以各位 人家 养老院要盖房子 你不失一千块 你生生世世住 养房 了解吗 嫁到一个 房地产的董事长 这样了解吗 你要懂得做 然后你希望好车子 人家消防局 医院 慈善团体 那你就把 人家要买车子 我也要布施一千块 你加入这个功德 各位意思是说 那台车 百五万 那个救护车 我出一百块 才有狗 你不能这样想 那一部 救护车一百五十万 我出一百块 你得到是 一百五十万的功德 了解吗 因为少了这一百块 也买不起来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你希望有钱 以前是花钱做快乐 像我以前很喜欢赌博 我真的是苦脸 散财童子 不要赢 家在我没有赢 我才会赫富 我如果赢 我就会骄傲 所以 拔车 拔到没做什么 我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 后来我师父 跟我讲 真正的拔车 投资 是帮助穷人 所以我就开始去帮助 到越南 那时候 三十多年前 我就在大陆的乡下 帮助了 尼泊尔 印度 后来我事业 就一直赚钱 我才体悟到 原来 你脑筋在好 肉脂肪在拔 睡了也没好 不是你技术的问题 是你的运气 就是业 那我又去帮助穷人 那我就不喜欢赌博 但是别人来叫我做生意 我都发大财 买土地 做耍酒 建设 奇怪 以前真的是来 人家来讨我的债 现在人家来帮助我赚钱 所以我出家以前 经济状况比较好 对家里比较好交代 原来我体悟这个道理 钱不是用处心基地来的 是帮助别人来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多去 念一下 老人院 孤儿院 贫穷的地方 多布施 好不好 不要再烫头发了 浪费 那一两千块 去帮助一下 买衣服 不用买了 随便穿就好了 这些钱拿去帮助 我们在尼泊尔 到处帮助 尼泊尔多可怜 你们身在 我们身在台湾很有福报 尼泊尔的女孩子 两百块美金 就可以买一个女孩子 他爸爸妈妈 也不知道他被送到哪里 两百块美金 因为尼泊尔的人 他也不堕胎 因为他们姓印度教 还是佛教 他们都不堕胎的 那不堕胎 就一直生 一直生 然后这女生呢 就不让她读书 然后就卖掉给人家 去做不好的事 去干嘛 一大堆 所以我们现在 在那边 救了很多很多很多的 小孩子 然后让她读书 让她读书 所以 因为我们要台湾 要去搜这些 还搜没有了 台湾 小孩子是宝贝 我们那边 也搜了很多的男生 男生让她读书 读中文 读英文 读尼泊尔文 将来做一个快乐的人 所以我想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大家不是没钱 没钱你怎么买药 是吧 都有 但不要浪费了 把这个钱拿去帮助别人 像我车子上 永远有很多米 我刚刚从高雄来 我沿路都在吃米 搂啊搂啊 撒米 因为我们经过高速公路 搂啊搏 对不对 给它撒个米 撒个水 撒米 撒水 也回向给高速公路的 这些王魂啊 不要制造车祸 来 念一下 今天的功德 回向此地成皇爷 我给他取名叫 正亲菩萨 断正的正 清水的清 这里面有很多王 有个王 这你看不 来 回向地基主 土地公 房间内 所有无形众生 个人身上 冤亲在主 堕胎胎儿 各位要回向 还有动物灵 你吃掉的动物 会不会跑到你身上来 会啊 生命有轮回的 如果动物死了 就没轮回 我们都做动物就好了 都快乐 人死了会轮回 动物死了也会轮回 你杀他 他将来就要找你报仇 很可怕的 最近还有一个小孩子 已经两岁半了 每天喝牛奶 吐牛奶 什么都不能吃 喝牛奶 吐牛奶 他妈妈快发疯了 那这小孩子 为什么会有这个业呢 我们帮他查了 他们妈妈在做这个 他们家在做这个 养很多鹅 鹅要卖之前啊 就要拿个 他以前负责把鹅插管 要把它煮一些刷在里面 让这只鹅体重高一点 然后给人家杀掉 所以这个小孩子 现在就在行为反作用里 过去他给鹅痛苦 都在他身上 吃不下饭 一直吐 全身痛 因为鹅药被杀掉 所以各位了解 每个人的行为 来自于他的心态 你的心态所制造的行为 叫业 所以叫善业 恶业 这个业 生生世世跟着我们 所以我刚刚提到堕胎 各位你一定要超度 我等一下教各位超度 好不好 不要钱 不要什么 只要一个妈妈 妈妈对儿女的惭愧心就好了 第二个 妈妈对儿女的爱心就好了 你现在如果你要喝水 儿子 女儿 妈妈 现在这一杯水 先给你喝 观想它变成牛奶 你再喝 这个小孩子一直接受你的爱 他就超度了 不然它会让你 妇女病 腰痛 而且你拿三个小孩 三个地方会有感觉 他还跟着你 小孩子爱妈妈 我老母就是这样 我妈妈 我一直问他 妈妈你有没有痘胎 狗儿子 问我这个问题 我是欢乐 他都不承认 我出家十二年了 我问他 他也不承认 所以后来我妈妈 有一次喝开水 她就拿起来 要养着喝 跌倒 插到那个桌子的脚 两根脊椎骨断掉 那从他到死 这十几年 他就没有 不太能走路了 两根脊椎骨 后来 医了一年 穿了铁衣很痛苦 终于可以慢慢起来上厕所 有一次又跌倒 他听到孩子在哭 赶快打电话给我 我妈妈什么事 我最怕我妈妈打电话给我 没有好事 他说 妈妈跟你说 你后面还有两个兄弟 我问你老爸 他说不用了 我就把他拿掉了 他不承认 不忏悔 我就帮不了他 结果我妈妈这样一讲 我说妈妈 没关系 你只要忏悔 我车子马上带着他去苗栗 苗栗我们有个寺庙 免费的 以后各位那堵了之后 有人往生了 免费的 超度小孩免费的 因为我们在帮助这些 然后我妈妈我就叫 妈妈 你点两个灯跟我讲 这两位小朋友 妈妈给你忏悔 你们大兄出家 叫他做公主给你 你要跟他忏悔 结果我妈妈一忏悔完 整个脸就变颜色 他本来苍白 脚没有力 他就可以了 本来坐轮椅还可以走出去 忏悔就好了 但是这两个小孩 后来也没有完全超度 有一个超度不了 因为我妈妈认为 其中两个都是男的 事实上其中有一个女的 但是我妈妈就是喜欢女的 生我大哥二哥 我是老三 后面隔了六年 我弟弟 中间堕胎就是这两个 他认为两个都是男的 结果把他堕胎了 问题是其中是一个女的 她最爱的 那个女的也很执着我的妈妈 后来她就跑到 我妈妈的肾脏 胆 我妈妈的胆被割掉 后来又跑到肾脏 因为我妈妈是因为肾脏病而死 我讲真实的故事 一个堕胎的小孩 两个害我妈妈断脊椎骨 割胆 然后肾脏病而死掉 当然在我妈妈往生前五天 她才超度 因为我妈妈相信了 我老婆说 你就相信吗 我不会骗你 她是 你现在就跟我念阿弥陀经 我教你怎么样 所以我想各位很少没堕胎的 很少没堕胎的 是不是 但是我今天来 把各位的小孩子都带回家 好不好 带到我们的儿童乐园 问题是 你要跟她忏悔 不然她不跟我们来 好不好 平常我们都会摆着很多牛奶 今天他们没有摆 因为时间不够牛奶 因为这些 我现在没有福报 开最大的孤儿院 但是我开无形的孤儿院 我们很努力的 这样对我帮助很大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有堕胎一个小孩子 我想这也是正常 我对不起那个女生 当然更对不起那个小孩子 但是我忏悔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来 帮助其他的胎儿 那就是帮助我的胎儿 也帮助我的弟弟妹妹 但是我这样一做以后 人家就跟我说 我的胎儿就去极乐世界了 这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认为快乐 并不是自私 快乐是什么 不私 帮助别人 好不好 帮助别人 像各位过去你很喜欢喝酒 你现在戒酒了 戒酒最好的方法是 帮助别人戒酒 好不好 所以各位 如果你在里面有用药品 你因为是药品而进来的 你现在发个愿 我以后帮助别人戒毒 好不好 不可以说人家戒戒你去 来来来 我在里面等你 你害死人 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真理 一个买卖酒的人 别说毒 酒 给人家喝的人 下什么地狱呢 这一本等一下 都有写佛经 佛讲的 卖酒给人家喝的人 下了地狱以后 乌七妈黑都看不见 就他一个人 很恐怖 为什么 大鬼王一直在追他 他们 乌七妈黑的 他们就一直躲 但是被大鬼王抓到以后 他们把他四十脚撑开 喉咙扒开 灌瘤酸 灌瘤酸 灌灌灌灌灌灌 灌到他的肚子 啪 破掉 死了又生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生了又死 下地狱多久呢 各位你们不充气喔 最短的地狱 一百九十一年 一百九十一年 十八成地狱 乘以四乘以四 最低的 最深的叫阿逼地狱 无间地狱 二十四小时 分分秒秒 都在被砍 被杀 下油锅